我想先說我爸爸很註願的見證分享 我現在講到爸爸 你為什麼要在哪裡減輕到感受 我爸爸他中風之後 最終中他中風之後都換了下來 肺部感染的問題比較嚴重 我爸爸中風這麼方便好 所以這個時間就特別來問外景感染感染了 肺部發炎已經連續住院三次了 這個時間就連三百幾億人 第一次直住東京房 然後打抗生素 吃藥是沒有用的 一百幾億人你打了這個考慮 你其他的時候沒有好 吃藥是沒有用的 對他喉嚨不好 所以他也會療癒不舒服 這個休暖 休暖 休暖 現在四十二位停止暖 然後第一次住院 就很順利的有祷告就出院了 第一次 當年支付他祈禱 要順利出來 然後第二次他有進降落命法 第一次他就加福兩方 因為他要四十六方 就要趕快給他收藝 也算是休暖 休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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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我是沒有跟我們小組的成員講 因為舅舅有點不好意思過 我是沒有求 但是我自己也是自己禱告這樣 剛才要摸在那邊休暖的小組 在那個時期就祈禱 這次祈禱給你 當然也很希望爸爸復原 然後他也很順利 除了他 因為我知道我有報告 就有這個地方 他也是出院的 說感謝主 你怎麼懂得就復原 就出院了 然後這一次是 就更嚴重了 這一次我上班的時間 還會發生在你家裡 就是休暖 那時候剛好是指寧有顧到他 幫他癢血壓 就是癢不出來的血壓 那他可以去醫院 他用一個壓力 我去壓力 他指寧說他皮膚顏色變白色 中間的皮膚變色 變胖 然後說來醫院 然後請教復原還正在急救 送給他一些人 還沒有他看的 就知道他實在 就做個經驗 對 正急救的時候 急救完進江戶室吧 就有時候送家父朋友 那發現他在這邊管子 插了四根 哇 那死體管就插了 那他也昏迷了 他也把自己呼吸給插 插頭 這跟他媽媽跳蜘蛛 有機會跳蜘蛛 然後江戶室的 那祖父醫生 因為你是肺炎 跟他管理 他就說你這次太延遇太久了 我跟他講 警察醫生 本來是很死的 剛才拜託 當中期我 就當難 然後他就叫我寫一個同意 他說 他先擺血症 你如果救起來 對病人是很疼我 很殘忍 對 醫生說 你那是你的排血症 你那時候進去 你那時候 都在動村 你搶一下 放棄急救人的同意住 所以說 沒有很高級級的 家屬在搶 我是有錢 然後後面還有很緊急的問 所以說這次才經濟的 夫婦相問的 家屬說 爸爸這個人 要依照西施 最後一口氣 是讓他回家 還是到業館 你說 你早日辦的社會 奉秀寶 可以留在社會 全國家 來的全社會 所賓意關的事嗎 因為 突然問我這種人 我感覺他很清睡的問題 突然問我這種方案是 躺動幹苦的問題 然後那我突然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他說我心理的準備 那我說我沒有主意 我會教你把我戀的媽媽 那她問我 才沒有我的媽媽 我是有看到媽媽的眼神 她很難過 那我媽媽 今天非常會幹苦 他說 那好吧 你送她回家 我把客人清乾淨 對嗎 尋找不夠好 我實在 那麵人不夠 給他 躺下 真理好 那我們送到醫院 連醫生都 說這麼絕望的話 你自己的港案 切放也沒有 我們想過 還能依靠誰 我想要哭去 把他哭馬桑 我知道 我是基督徒 那為什麼是基督徒 我趕快打 檢訊跟修房求救 我實在打 檢訊 把老和修房 在你 都去天室 因為他是我的組長 上一次也是 第一次住院 他祷告 然後覺得 他那個醫師效果的祷告 蠻大優的 他就是小組的小組長 那天白天天宵祈禱 有當後的結果 他很認識 幫我通知很多弟兄姐 其實實在 阿老當日是不通知 當時都會說你什麼的祈禱 然後李偉馬上打電話 當天打電話跟我說 我們是神的兒子 他是我地上的父親 我們可以跟他要這個東西 就是我 我是希望說 爸爸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是我地上的父親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一起跟我回到天上的家 李偉馬上打電話跟他們說 他在打電話跟他們說 你就是說天啊 你爸爸 是為你提上的爸爸 你心臨的時候 替他帶著的爸爸 六盤法轉動天堂 你把他帶著的爸爸 那你會說 你也可以跟媽媽說 我一對 你不然老祖要求你 你不要管 你就是要求你 我會長道說 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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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边说父亲家庭 师父 常常常传消息来说 到阿策 说完说 他最要昏迷 因为他说得很难 你先去尼公书 去川普圣 来说 对 我这边说 人家说 上帝爱我们 这手材 爸爸在尼公书 来说 当地 当是谁啊 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 在之前我们承担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罪 那师父 心当在你的家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罪 我们一起 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 一起健康回家 那你第一家是想你的 所以我们有小胎人口家是转天干 很感谢弟兄姐妹这几天 为我爸爸的事情祷告 那我们把感情用心 我带到安永 给爸爸的祈祷 就是过了第三天 其实大家都 严医生都觉得很绝望 第三天 我去教育里满开我下班这里 他说打胜压剂可以减量 护士所谓可以减量 可以 过了三年 那一款的时间 才加股票 有个医生可以护士就高 有什么护士加股票 原本第一天急救的时候 那个瞳孔是有放大的 听音乐一些 注尺已经是散过来的 那到他没有打尸压剂 其实还是半分泌 眼睛是有省开一点的 在那个感悯之间 对啊 刚才是一不出去打破了 他怎么会有 这样也凤迷了 然后在昨天我们去 也是下班之后去看的时候 呃 智弟在我的下班去看了 他会说他在三十八月 他突然有一事就把自己的管子拔掉 哇 拔满布啊 在腐蚀 腐蚀 他突然间他晓得 把自己的管子拔掉了 就跟我们去看看的时候 因为护士说管子拿掉给他看 试试看 就还自己可以 恢复自己的呼吸功能 护士试说 该去管子拔掉了 我说你管子拔掉了 这种就抽屁了 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 他已经验身 像昨天去看 看到了还可以看自己的两边转 啊 差不多应该就把自己的管子拔掉了 就是要不要一直看哪里 看哪里 看哪里 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神奇 连医生都觉得 以他的经验来判断 然后是等于说 就急着问我们说 最后有机是要去哪里 因为那个又快点被医生说 喔 少少会送哪里 到这种绝望好到这种事 很神奇的转变了 我确实是祷告力量 原来我们很群人 哎 无想到无力会别做这样 好转 好转的 我相信 那谢谢你提督口祝的力量 对 很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 感谢弟兄姐妹的提督 对 圣经提醒大家 如果说现在家人很健康 在生日的时候 就不要不好意思跟家人提起福音 对 圣经提醒大家 在生日的时候 在生日的时候 就不要乱去春福音 就是自己想办法 能提多少不算 以后都以为这个猪人 回到天才会这样 好 哎呀 如果讲一道 穿一道 丢一道 那些人有办法 就快去福音 转天感 谢谢 谢谢